火烤牛肉和火腿片 一包包肉品吸引民众的好奇心 这是台湾厂商制作的植物肉 在2022年泰国台湾形象展上掀起讨论 我们来自发展的讨论 我们很感兴趣的品格 因为我们是在健康业务 我们是讨论者 所以我们想找到更多资讯 关于这部门 中华民国外贸协会主办的 2022年泰国台湾形象展最近开幕 展出包括智慧医疗 智慧制造和低碳经济等台湾精品 共有189家企业透过线上展示 46家企业展示实体产品 期盼借此促进台泰间的商业交流 线上我们有将近190家的参展商 展出他们最优质的台湾产品 目前有48家的台湾的业者 他们把200多项的优质产品运到这里 那我们也在泰国民众的面前 做一个最直接的展示 受到疫情影响 过去两年许多实体展览无法举行 今年疫情趋缓 2022泰国台湾形象展 特地选在曼谷市区的百货公司开幕 台北和曼谷同步连线 促进疫后经济复苏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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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